因为唐三哥哥说只要小五能赢了这场比赛就会和小五结婚 小五听后真是太高兴了 他把路上的爱心都收集了起来 还穿上了那身兔女郎的衣服终于来到终点了 哎呀妈呀这是什么情况 对面怎么是头哥斯拉呀 唐三哥哥你去哪里了 你看都把小五给吓哭了 原来小五听说唐三哥哥去了斗罗大陆修炼 他也要去斗罗大陆找唐三哥哥 因为出门时太着急了 居然把战斗服给穿错了 没有了战斗服的保护 小五居然被打败了 但是小五听到小可爱们都给他加油 还送了好多鲜花棒棒糖什么的 小五又重新鼓起了勇气 为了早点见到唐三哥哥 还有小可爱们的期望 他认真的穿上了每一件战斗装备 终于又来到了终点 这次又碰到了这头可恶的哥斯拉 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哥哥突然从天而降 一脚就把哥斯拉踢飞了 而且还拿了一束玫瑰花向小五求婚 小五真是太感动了 我们祝福他们